好了 今天呢给大家讲两个内容 第一个 Redis是不是没讲啊 早就该讲了 可以补上 然后另外一个再讲 给大家讲Salary 好吧 这两个讲吧 明天咱们还上课对不对 明天上课 咱们上午给大家 我看看是上午还是下午 讲那个NGX的部署相关的 对吧 就跟那个 Jungle在生产环境上部署嘛 另外一个如果讲完了 我就给大家讲就会知道 好吧 然后下周二咱们是上那个设计模式 对不对 好 终于你们熬到头了 不用再 是你没有工作好吗 我这篇文章你们看了吗 昨天写的 可以看一下啊自己 假假模线 好好讲一讲啊 那个是 就是博客在我的这个学习 学习目录 这里有一个Redis 看到没有 点进去 我们去搜 你们你们开始讲了吗 没有 好 这种很壮的 小关阿卡米没讲是吧 小关 中间价没讲吗 没有 没讲 不是让佩奇给你们补 让佩奇给你们补 他给讲Tanado了对吧 没有 刚提到 Tanado还没讲是吧 那你们避不了一下 OK Memocache呢 Memocache跟Redis是一样的东西 OK吧 都是就是你会了一种 就就就就就就够了 然后并且Redis要比Memocache强大很多 所以我们就主讲Redis 慢慢开始你自己照着这个看就够会了 等我讲完这个好不好 那 首先说 大家听过Redis是个什么东西吗 缓存系统是不是啊 这个缓存系统是干嘛的 有人跟你解释过吗 有人说提高闯闻速度 提高什么闯闻速度 就是我说白了 我先说一个简单的应用 就是大家用Redis 就是用这种缓存系统 一般用的就是说 大家知道这个 比如说你新浪微博对不对 新浪微博有很多 叫什么热点话题 热门热新闻 是不是啊 这种不是存在数据库里的 这种是存在缓存里的 缓存是存在内存里的 然后他的访问速度会非常快 你存在数据库里 是存在硬盘上的 有些吧 即便做了索引或各种东西 但是数据还是在硬盘上 你去从硬盘上读数据 肯定没有在内存那块 没错吧 对不对 对于这种热点数据 或者是你在百度搜一个什么东西 你在百度 比如说搜一个 看老男孩 你看到没有 是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就我还没有什么 他就已经有自动提示了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 就是在他的缓存里 这不是在数据库里了 没见过 就是这些提示 不是在他的数据库里 是在他的缓存里 没见过 没见过 所以他缓存一般应用 是为了提高这个访问速度 好不好 那我们一般又称这个啊 缓存数据库啊 叫做什么呢 咱给大家介绍一下 叫做啊 non-circle数据库 non-circle 不是叫not-circle 是not-only-circle 就不仅仅是circle circle 大家学过 是不是我们的 my-circle属于什么数据库啊 my-circle是属于 关系型的数据库 强调的是表与表之间 有各种关系 对不对 然后你会发现 my-circle的表 你往里边存数据 必须是非常的精确的 什么意思啊 他这个字段要求什么格式 你就必须是什么格式 对不对 他有外界关联 你还不能随便删除 是不是啊 就是这样 那 但是 网上其实是有 就是说很多 就是我们说 关系型数据库 一般存的都是一些标准的数据 就有规则的数据 另一边是吧 是不是有规则的 但是啊 在网上看看 随着这个互联网 web2.0 大家知道web2.0是什么吗 web1.0基本上就是一个网站放在那儿 你光看 然后不是静态 你可以点 没关系 有这种交互 这是1.0 2.0是什么呀 叫 用户自产生内容 比如说微博上的数据 是微博公司产生的吗 No 微博上的这些微博 是用户自己产生的 那个是专业名 叫UGC 对UGC 我讲的那个叫User Generate Content UGC UGC Generate Content 用户产生内容 你也吧 这是web2.0的标准 OK吧 那大家知道 用户自己产生的内容 是不规则的 你发一条新浪微博 发一条朋友圈 没有人规定 你必须发什么内容 对不对 然后你那里边 可能还包含图片 包含表情 包含视频 音乐 各种东西 对不对 不规则的 那 不规则的数据 要存到这种传统的 MySQL数据库 Oracle数据库 很难应付得了 特别是超高超大规模和高并发的SNS知道是什么吧 不知道吗 SNS叫Social Network 社交网络社会 社交网络社会 对 Social Network Society 社交网络 什么叫社交网络 微信 人人网 微博 QQ 对 Facebook 都是属于社交网络 可以解释吧 但是QQ严格印象来讲 并不叫社交的 它 应该就是 它是偏 QQ的空间是社交网络 QQ偏通信了 微信是属于社交网络 我这次还去推特参观了 听听懂 哎呦 那水果 卧槽 有老男孩牛逼吗 卧槽 也就是说 非关系型数据库非常适合这种什么 为什么呢 一会儿解释 所以 所以这个 咱们的Non-Circle 的产生 就是为了解决大规模数据集合 或者是多种数据类型 带来的挑战 好了 Non-Circle不只是Redis Non-Circle分好几种类型的 好吧 我们看一下 其中一种叫做KValue的存储数据库 什么叫做KValue呢 非常简单 咱们字典学过吧 我告诉你 我现在告诉你 Value是主要的存储方式 就跟字典一样的 一个K 一个Value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K去取之了 可以解释吗 对吧 那字典里存什么 你是Value想怎么存 都怎么存 你不需要提前创建一个表 对吧 你也不需要有外界关联 你就创建一个K后面存一Value 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那 大家知道 字典里的那个K 之所以 是去虫的 是不是因为他用了哈希的算法 对不对 他把K都哈希了 生成每一个K对应一个唯一的哈希值 对不对 对吧 没错吧 Redis里面也是一样的 使用到哈希表 那就是这样 就没了 但是Long Circle除了KValue还有好几种 一种叫列式存储 列式存储用于分布式存储的海量数据 他也用键 但是呢 他的特点是指向了多个列 就是列式存储 其实我没有用过 我只是听说过 挺牛逼的 能存海量的数据 我这次在谷歌 参观他们那个大会 他们自己搞的有数据库 就这么讲 从他们去查询一千多个G的数据 一千多个G的数据 一千多个G的数据 一T多的数据 把那一T多的数据 从很多个维度运算出来 花了好像才三十多秒 那如果是用MySircle的话 可能要花了两小时 对 就是他存海量数据 查询就非常的快 你知道就行了 然后另外一个叫文档型的数据库 这个文档型的数据库呢 他跟第一种的这种建植对 是类似的 类似的 但是 区别在于 它的数据模型是版本化的文档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半结构化的文档 以特定的格式存储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把数据直接序列化成了像Json这样的 类似就是格式 就是字符的形式来存起来了 这是他内部的 就是内部的一些特性 其实你不需要太关注 你只需要知道 有一个 就是他代表的数据库 有CatchDB和MongoDB CatchDB可能大家没听过 MongoDB听过吗 听过 MongoDB其实用的蛮多的 他跟Redis比较像 跟Redis比较像 还有一种叫图形数据库 图形数据库呢 就是你可以去 这个什么呢 我告诉你 他用在什么上面 就是说那种做什么3D游戏啊 类似这种 可能会用这种比较多 打游戏不有各种什么场景吗 地图吗 对不对 也是不规则的 就可以用这种数据库存 那 我们的开发人员 平常用的 其实就是Redis 就是这个建制队的这种 好吗 OK NoneCircle呢 这个数据库这里又分了好几类 就是根据这个上面 然后呢 分了这几类 然后并且加上了应用场景 咱们来看 KValue的话 就是咱们 就是平常开发 咱们都用KValue 劣势存储 就是属于 大数据的话 插手速度快 OK吗 文档数据库呢 文档数据库就是说 它的查询性能不高 这个 缺乏统一的查询语言 这个都不是个问题 反正这个也不用 忘记吧 这个 做图形计算的 图形数据库 好吧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接下来看 咱们要学的 这个 radis radis呢 是业界主流的 KValue的 Long Circle数据库 你用 KValue的数据库首选 反正前三里面肯定 就有radis 对不起吧 那它跟mame cache 类似 但是它支持的类型 就是存储的数据类型 比mame cache要多 OK吧 它存储的类型 包括五种 是什么呢 字符串 列表 集合 有序集合 和哈系 集合是无序的 知道吗 咱们学的里面 对不对 但它是有有序的集合了 对 这些数据类型都支持 什么 就是增判改查 对吧 然后 什么集合 还可以求什么 交叉集 并且这些操作都是原子性的 什么意思 原子性 就是这个操作是不能再分割了 对吗 那也就是说 我对这个数据进行一次修改 相当于此时是全局有一个唯一锁的 那些吗 就是我在修改这份数据的时候 别人是修改不了的 危险吧 对 它就是 它已经是最小单位 原子性 它已经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了 你理解 其实就有点像咱们my circle里的那个事物 学过事物 记得吧 my circle的事物是为了保证什么 忘了 忘了 my circle为了保证数 它的事物是为了保证数据的 它可能是一系列任务 但是这一系列任务要么都成功 要么都失败 是不是啊 转账操作 银行转账 先把我的钱从我的卡里扣走 再打到你的卡里 两个操作必须都成功吧 所以它就把两个操作做成一个事物 对不对 保证一起成功 那在这里的这个原子性就是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操作 对吧 就不能再分割了 可以吧 只要一提到原子性 你就知道这个数据肯定就是安全的了 它就不会出现说 多个用户同时改一份数据导致改错了的情况 理解吗 好了 它跟Nemocache是一样的 数据都是保存在这个内存里 区别是什么呢 radis会周期性的把这个更新的数据写到磁盘 也就是radis会把数据写到磁盘 是为了什么 为了保证数据的持久化 radis你夸插当了 再启动 数据还会有 理解吗 但是 不会丢 oh sorry 对 会丢一部分 因为它是定期的更新到硬盘上的 可以解吗 OK 那你是自己可以配置这个周期的 好吧 那Nemocache是只在内存里的 它不能持久化 重启 没了 OK吗 那它只能载就不会载了 对 存不了 想想想想 那就用radis 它的优点 注意了 非常的快 每秒可以大概执行11万个操作 设置的操作 8万多个读取操作 是这个啊 是写操作 快啊 这很快啊 这写的比较大 一般的会 很快 非常快 就是 你可能没有概念 就说 11万次操作 每秒钟 那我能告诉你的 就是说 我们 可能如果用 什么 类似这种 请求操作 还有 比如说数据库吧 你往数据库里写数据 买Circle 一秒钟最多 可能也就几千条数据都插不进去 几千都插不进去 一秒钟可能一千条了不得了 可以吗 但是 你往Redis里面可以一秒钟插入十多万条数据 这个 其实并不是完全准确 根据书记器的配置不同 可能有变化 但大概是十来万的样子 OK吗 就比MyCircle要快个上百倍 就是买Circle要确实 就买Circle要确实 对啊 是啊 所以它快呀 对吗 然后 这个它支持丰富的数据类型 好多种数据类型都支持 然后操作是原子性的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呀 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实用工具 可以 它可以实现缓存 甚至还可以进行 它自己还可以被当作消息队列 没有Redmq强大 但是 它也可以被当作罪戒 就这种 好了 总之 首先说 Redis是一个单进程的 单进程 单线程的一个 在单进程 单线程的情况下 它会很快 是为什么呀 好 是因为它底层用了多路Io复用 Io多路复用 是不是啊 多路复用 是不是啊 用的是什么呀 Epo 所以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 那 好了 接下来就看 这个安装和实用 当然一般都是装在Linux上的 对 Windows上呢 好像也有Redis 但是不建议在Windows上用 你说的对 我编辑一下这个内测 去熟 rect 接下来 要是 开机 先关机是吧 对 怎么关机啊 涮醒 三菇 帅心 太小了 就一路 door 就是 鱼 你就两路 叫你吧 叫你嘛 叫你吗 好 我 谢谢观看